高雄捷运红举两线在2008年3月9号和9月14号线空开通营运 搭捷运就成了不少通勤族的日常 但营运到现在15年了 日运量最高为2019年的17.9万人次 之后受到疫情的影响掉到10万多人次 之后就停留在最初的11万人次 高捷公司希望今年能够提升到日运量14万人次 并且再创高峰 经过多年努力经营 高捷公司已经成功转亏为盈 除了和高雄市政府共同推出各类行销活动 刺激运量回流之外 也携手不同领域单位或企业 引入各式议题和办活动 像是路跑音乐会动漫主题活动等 提升运量也行做高捷公司的企业形象 台日友好 我们有跟日本的铁刀公司 有进行一系列的合作 那之后的话呢 我们高雄捷运会跟金板电铁 一起有做一个这样子的联名活动 也会有急张送好礼 这样子的一个促销的一个方案 为了欢庆通车15周年 高捷甘兵为你系列活动 将由轻轨少女队和密干站长 为中华队加油打气 只要持世界棒球经典赛 中华队出赛当天的有效票券 就可以免费搭乘捷运和轻轨 所以我们有密干站长 跟轻轨少女队也有出来 当作是我们的这个代言人 然后希望说可以来帮大家加油 只要是在最近 就是持中华队出场的这个票根 大家都可以搭捷运跟轻轨 是免费的部分 那就是希望说大家可以踊跃的来参加 我们这次国内的一个运动 另外为了迎接春假 高捷密干站长会邀请好朋友黄阿玛 和所有国内外观光客 一起来高雄玩 到高捷商品馆购物 限时四天推出消费不限金额 就赠送金美小礼物 以及100元起的超杀优惠 我们从3月9号到12号的这个期间 我们都在高雄捷运的商品馆 我们有进行一些优惠活动 金美的一些这个商品 我们有下就是100元的 这样子的一个优惠价 那也是都欢迎我们所有的民众 可以来到我们的商品馆 来进行参观选购 高雄捷运虽然目前只有 红橘十字两线和四分之三的环状轻轨串联 不过捷运黄线和延伸线等四线齐发之下 高雄捷运的路网将更加绵密 对未来的捷运运量将有所注意 记者黄捷运运量将帮高雄报道